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穷点 我是穷哥 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发现你的人生轨迹命都被安排好了 某天别人告诉你 你应该做的是总统不是其他的 你会是什么感觉呢 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命运规划局 就是这样一部很有趣的电影 我们一起来说说吧 故事要从一名政客大卫开始讲起 这段时间他正在各地演讲拉票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美国等地有一些竞选 甚至总统一类的多数也是 而这次是大卫准备进选纽约州参议员 所以各个竞争对手都是用出了浑身解数 本来在这团队帮助下拉票一类的还算是成功 甚至票数超出了对手 但后来被爆出8年前因为获得国会议员的身份 在酒吧内都庆祝竞选成功 还有一些其他的负面 所以最终导致他落选了 当然他还有最后一次的演讲机会 即使落选也要发表一些言论 他在厕所内反复反复的练习 却在男厕所内意外的遇到了 为了躲避工作人员的女主爱丽丝 因为他称了楼上的婚礼 两个人一见钟情 在这个厕所内一见钟情有点圣满 但也是因为他的鼓励 让大卫在即使没有赢得竞选 却让选民们记住了这个不一样的人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几年后他还有再次的机会 另外一边一伙黑人戴着帽子 好事在策划着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 他们让其中一个叫哈利的同伴 要在7点5分的时候 把大卫手上的咖啡撒在衬衣上 但时间到了 甚至大卫赶上了一辆公车 他却有点休息过头了 所以没有赶上车 在后面那个一路追残 当然也在公车上 大卫遇到了原来的那个女孩爱丽丝 他们聊得很开心 现在的大卫已经在正常的上班 因为没有竞选 他的团队也解散了 而爱丽丝当然最后也给他留下了电话号码 虽然中途那个神秘人哈利 有用特殊能力让咖啡进了取栏 但依然没有见到大卫的身上 反而撒到了爱丽丝的大腿上 并且还因为在大马路上他出了车祸 而那本书上的点点诡计就是他平时的工作了 当然大卫也顺利的赶来了最上班的地方 估计一心想着那个女孩 却没有注意到整个办公室里面的人都没有动 还在会议室内看到了一群不明人士 对着自己的同伴好像在扫描一般 反正自己的同伴查理也是一动不动的 很是怪异 然后领头人发现了大卫 让大家抓住他 而这些人好像有穿梭门的能力 最终的结果就是大卫被抓 但是为了防止他们所说的水波效应会无穷无尽 他们只能告诉大卫实情 不然这个疑问会一直存在 原来他们是规划局的 准确的说是命运规划相关的 他们会把一些偏离命运轨迹的人纠正 然后重新安排 偶尔还会清洗掉他们脑中的记忆 而大卫不应当和爱丽丝在一起 他们还烧掉了当时写着号码的那张名片 并警告他 如果说出去 那么最后他们只能重置他的大脑 然后可能会变成傻子等等一类的威胁化 其实最多就是洗掉他脑中的一部分记忆而已 就这样大卫被送了回去 甚至他还一度想回想起电话号码 而那名叫哈里的工作人员来找他说 即使你知道号码也打不通 他们会想尽办法阻止你 并让他在四点钟的床上见他 他会回答大卫所有的疑问 在这里他告诉大卫 只要有水的地方 才能阻止他们读取大卫的示威决策 并很正宗的告诉大卫 他不可能找到爱丽丝的 即使没有我们这些人的阻止 要在九百万人口中找到一个人 那是多么的难 就这样三年后 这三年大卫日复一日的在同一个时间 搭乘那班公交车 就是为了再次遇到爱丽丝 当然规划局的人不可能随时盯着他 而这次他运气很好 再次遇到爱丽丝 原本他今天要演讲的 因为又到了几年一次的选举了 他准备推迟 却打乱了规划局的设定 所以规划局的人前来阻止他们 从这里也知道了这个女孩的姓名以及工作 他们聊得很投缘 而规划局的人看到了 如果他们既往的话 就会引起一系列的反应 所以强行阻止了他们 先是改变了爱丽丝的表演地点 然后让大卫的同事查理去找他 让他去做演讲 反正就是各种阻止他们两个在一起 而这次的演讲 而这次的演讲 其实也是代表大卫将参加竞选 可是呢 原本爱丽丝表演的位置被调整了 但是又再次被修改 而大卫还发现了规划局的人 但他不在意这些 想要去寻找爱丽丝 但什么车祸一类的都被他遇到了 甚至警察都是扮演的人来拖延时间 而机制的大卫在一家餐饮店内 询问谁知道女主那个表演团的公司位置 最终还是找到了爱丽丝 规划局的人没有成功阻止男主 灰心上去的工作人员回到了规划局内 却得到了一个怪的消息 原本早期版本的规划书里面 大卫和爱丽丝原本就该在一起的 而在新版本中却变得不在一起 大卫成为了政客 最终成为了总统 而爱丽丝成为了一名著名的舞蹈演员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 找来了一位叫汤姆森的规划局工作人员 外号大锤 简单的说就是几乎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但这个过程中 大卫和爱丽丝发生了亲密的关系 本来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但是第二天 爱丽丝接到了前男友的四个电话 这让大卫觉得可能规划局的人插手了 甚至那个叫汤姆森的人 还让爱丽丝扭上 并以此来威胁大卫 说这次是扭上 那么下一次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还告诉大卫 规划局之所以参与进来 是因为曾经他们放手过 从而就导致了黑暗的中世纪 以及战争导弹等等 为了避免发生他们无力回天的事情 所以他们要插手 并告诉大卫 他以后要做总统的 所以不能和爱丽丝再去 而为什么不能再去 他却无法很清晰的说出来 只知道规划书是这样写的 为了保护爱丽丝 最终他离开了 按照原本的规划继续下去 多地演讲 而离真正竞选的时间 只剩下不到一个月时间了 此时他的好友查理 却给大卫看了一个报纸 就是关于舞蹈家爱丽丝 要结婚的消息 而那个对象就是他的前男友 也是在一个雨夜 哈利找来了 因为只有在充满水的环境下 才不会被规划局的人发现 而他应该是规划局里面少有的 有思想有感情之能 不会百分百按照规划书来做 并告诉大卫要在爱丽丝 和他未婚夫 真正结婚前去阻止 不然一切都完了 并告诉了他方法 主要就是借用这个帽子 能穿梭各个不同的门 进入到不同的空间位置 虽然在行进的时候被规划局的人发现 但他还是成功的找到了爱丽丝 并向他解释了一切的真相 当然还带着他见识到了所谓的神迹 虽然此时的爱丽丝很害怕 甚至在重新损失他和大卫的关系 但最终他还是坚定了 因为和没有感觉的人在一起 那是很痛苦的 大卫说如果我们能找到血书智能 是不是能够改变命运呢? 但结局呢 他们没有找到血书智能 最终被抓到了 但在汤姆森即将清除大卫和爱丽丝的记忆的时候 哈里出现了 带来了一份新的指令 而这份指令 其实就是对大卫和爱丽丝的命运修改 规划书可以写也可以改 而没有谁的命运是一成不变的 即使是拥有上帝之手的局长 能写出别人的命运 但他依然也会观察也会修改 这不仅仅是对规划学的工作人员的考验 也是对每一个人的考验 所以说其实你的规划书一直都在你自己的手上 就看你愿意怎么写 结局是好的 大卫和爱丽丝在一起了 而他们以后的规划是空白的 代表以后他们的路要自己走下去 好与坏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